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是否经常会发觉到自己 明知道上帝在他话语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 某些事应当怎么地看待 但我们还是会做出许多的借口 我实在是做不到 我不能了 我不行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 明知道上帝的话要我们这样做 但我们却觉得自己做不来或没有办法做到 上一回我们看到 主耶稣基督以一个天使的形式向摩西显现 他告诉摩西说他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上帝 他看见了以色列人的痛苦 他听见了他们的哀声 他也知道他们所受的一切痛苦 所以他说他要下来拯救他们 因此他就呼召摩西去见法老 要将耶和华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领出来 把他们不只是领出来而已 要把他们领到那块流奶与蜜之迦南地 那记得摩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呼召吗 还给了两个借口 或者两个拒绝的理由 第一个 摩西说 我是谁 我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做不到 第二个理由呢 第二个理由他说 上帝你是谁 第一个是我是谁 第二个是上帝你是谁 我怎么告诉以色列人呢 好叫他们相信 其实他自己也需要更加的认识上帝是谁 好叫他能够完全的相信 这自由拥有的上帝 可以把他们领出来 那上帝就告诉摩西说 你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谁 我是那自由拥有的上帝 我是那掌控万有的上帝 我不依靠任何的东西 我必与你同在 这是上帝对摩西说的 那接下来上帝不只是说了这些话 他还告诉摩西该怎么做 甚至该说些什么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六和十七节 我们读到 上帝告诉摩西说 你去造句以色列的长老 你要这么做 去造句所有的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向我显现 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带你们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 往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的地区 就是那到流奶与蜜之地 上帝不只告诉摩西当怎么做 他还告诉摩西当怎么说 那结果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事情会怎样的发展呢 上帝还在第十八节说 他们必听你的话 他们就是必定会听你的话 这些长老们还会跟你一起去见 法老王 所以你要跟着这些长老们 一起到法老那里 对法老怎么说呢 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要去敬拜上帝 所以上帝告诉了摩西当怎么做 当怎么说 甚至这个事情将会怎样的发展 甚至他还继续的说 上帝本身会在埃及所施行的歧视 第二十到二十二节 上帝说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 施行我一切的歧视 攻击那地 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 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 要精气 银气和衣裳 好 给你们的儿女穿带 跟上帝说 就是你们出去的时候 不会空手出去的 你们的妇女可以跟他们 跟你们的灵舍 要精气 银气 你是做奴仆的 胆敢跟埃及人要精气 银气 多到要给你的儿女们穿带着 好像没有地方放了 儿女们都穿这些 带这些精气 银气 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实际上上帝不是要他们去 所谓的抢夺埃及人的财物 而是这其实是上帝还给以色列人 让埃及人还给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多年做奴隶的酬劳 因为他们做这么多年的奴隶 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酬劳 反而加征他们的苦楚 所以上帝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使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 这也应验了上帝在创世纪 第十五章十四节所应许的 他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这是事情发生之前 上帝已经应许说会发生了 这里他还提醒摩西说 他们必定会带着很多精气盈气 不会空手而出的 所以上帝告诉了摩西 他将会成功的 而且不是一无所有的将以色列人带出来 而是满满的带着所有的财物 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 你肯定会成功的 上帝还详细地告诉摩西说 还向他保证说 事情会怎样的发生 那我们可能会想 那摩西这下子肯定会告诉上帝说 好好 我马上就去埃及 去见法老 可惜没有 这第四章告诉我们 摩西还是继续地提出了 其他的要拒绝上帝 给他这任务的原因 所以第一我们要来看 就是我们当依靠上帝的带领和力量 今天的题目是 愿主帮助我们让他使用 刚才我开头说了 经常我们不愿意 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今天上帝的话语要提醒我们 有这颗心 要愿意让主使用 但我们让主使用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带领和力量 上帝在第三章十八节 已经告诉摩西说 他们必听 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 但摩西就是不信 在这第四章 他还回答上帝说 他们必不信我 他们一定不会信我的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你看摩西这里 开始还不敢抬头看神 现在好像大胆起来了 还反驳上帝 上帝说他们必听你 他说不会 他们必定不听我的 他不是说 如果他们不听我 怎么办 上帝啊 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 他不是这么说 他是跟上帝狡辩说 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 上帝啊 你错了 虽然我们可以了解 为什么摩西会这样 有这样的犹豫 因为他知道上一次的经历 已经是失败了 而且他也知道 这些这个任务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但是问题是 上帝已经清楚地告诉他 说他们一定会听你 摩西却仍然地怀疑上帝 在他心里在想 上帝如果你搞错了 怎么办 我会丢命的 其实这里就显示了 摩西没有完全地相信上帝所说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经常不也是这样吗 上帝的话给我们许多许多美好的应许 但我们有多少时候 还是在心里有着这种怀疑 说上帝如果你 你没有照着你的话说 怎么办呢 我们就经常会有很多的 这些借口或理由 要去跟我们的亲戚传福音 他们不会听的 这个亲戚 他的心很硬的 他很讨厌基督徒的 我不可以 我不要跟他传福音 没有用的 跟这种人讲是没有用的 他们是不会信的 你自己给自己这个借口 上帝是那全能的上帝 如果上帝定义要救赎那个人 就算是最顽固 最心里最刚硬的人 上帝都能够把这个人 转向自己 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 这个人不会信的 我认识他 我很清楚他的为人 你清楚他的为人 上帝比你更加清楚 而且上帝是那全能的上帝 所以圣经也清楚的说 耶稣也说过 他说若不是猜我来的父 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也就像刚才我们读的 那个多特信经一样 告诉我们 一个人之所以会信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是因为上帝使他有这个信心 赐他信心来相信 所以不是因为我们 有能力没有能力 去使这个人得救 我们肯定没有能力做到 但是上帝有能力 所以摩西在这里给的这个借口 真的是不能够成立的 上帝还是耐心地 向摩西加以解释 并且还给了他三个意向 就是能够行神迹的意向 作为他神圣使命的凭据 就是他到了以色列人那里 如果他们说 我怎么知道你是上帝拆来的 那他只要行这个神迹 他们就会知道 就因为只有上帝 才能够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相信他 所以上帝给了摩西 这三个所谓的意向 使到以色列人能够相信 摩西就是上帝所拆派的 那个拯救者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能变成蛇的杖 记得摩西 在已经做了牧羊人40年了 那这牧羊人经常都会有这个杖 摩西也是提着一根杖 那第二 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 上帝就这么的对摩西说 他说你手里是什么 摩西说 是杖 上帝就叫摩西丢在地上 把那个杖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 摩西便跑开 我们不知道是变成怎么样的一条蛇 我相信摩西经常都会看到蛇 在旷野都会有蛇的现象 对吗 但是这条蛇肯定是非常 或许非常可怕 或者他觉得非常惊讶 我这只杖 我提了整40年 现在变成一条蛇 所以他害怕的 想要跑开 那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第四节 伸出手来 拿住蛇的尾巴 他必在你手中 扔便为杖 上帝叫摩西就抓住这条蛇的尾巴 他就会变回原形 那摩西虽然害怕 他这里就听上帝的话 抓了那个蛇的尾巴 这蛇就立即变回那根杖 这神迹或者这意象 能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呢 这意象能够告诉以色列人和摩西 上帝的权柄和大能 远远超过法老王 所以你们不用怕他 与你同在的是那 自有拥有全能的上帝 我们知道在古时 埃及王的这个王冠上面 经常都有一条眼镜蛇 这代表 这个 法老的权柄 代表所有要跟他作对的人 都是死路一条 法老王以为在自己手中 掌握着生和死的权柄 但是上帝要让他和所有的人知道 包括法老 包括摩西知道 上帝才是真正掌握着 生命和死亡的权柄的主宰 违背上帝的命令 才真正的是死路一条 而且从这个意象 上帝要提醒摩西 来依靠上帝的带领 和上帝的力量 来行作一切的事 因为在摩西手上的这根杖 只不过是一根普通的杖 但是这根普通的杖 在上帝的手中 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可以使上帝达到他伟大的目的 普通的杖可以达到上帝 伟大的目的 不普通的目的 所以上帝也要让摩西知道 对你是软弱的 你像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 但是在我手中 我可以使用你 就像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 也使用那个南童的五饼二鱼 把多过五千个人都给喂饱 这五饼二鱼 小小的几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五千多个人 因为普通的东西 在神的手中 可以让他因他的大能 成全伟大的目的 所以我们可能也这样的认为 自己的能力很小 我们没有什么才干 但是要记得 上帝能使我们像这根杖 或者像那个孩童的 五饼二鱼一样 叫我们能够以 我们所谓微薄的力量 成就他伟大的事工 好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 如果是靠我们的能力 成就大事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很骄傲了 对吗 我们当然会告诉别人说 你知道为什么 这样多人来教会吗 那是因为我 我的能力大 我做这么多的事 或者墨西说 你知道为什么 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吗 那是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 那他就会夸口 把荣耀归给自己 但是只要我们知道 自己的无能 但我们依靠上帝的帮助 那一切的荣耀都将会归给上帝 不是吗 当人来到我们当中 告诉我们说 哇 你真有办法 你怎么做得到这么多的东西 为教会 为上帝的事工做这么多 那荣耀不是我们的 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上帝给我们帮助 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上帝赐给你 赐给我每一个信徒 有不同的能力和才干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说 上帝你没有赐给我 任何的能力跟才干 多或少而已 尽管是少 甚至是多的 每一个都要依靠上帝来使用 才能够成就大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问上帝赐给了你什么呢 或许在我们中间的这些 年长的弟兄姊妹 你会觉得说 没有了 我现在降老了 又没有钱 又没有力量 体力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怎么可以做什么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时间吗 上帝有给你时间吗 上帝有给你一张口吗 你可不可以 替周围的人带导呢 你可不可以 就打一个电话 去鼓励鼓励一下 那些弟兄姊妹们呢 安慰一下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呢 你可不可以 上巴沙的时候 看到朋友也显出你在主里面的喜乐 告诉他 我信主 主是我的救主 说 为主做见证呢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 只要我们愿意让神使用 只要我们依靠上帝的帮助和力量 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手中 行作所谓的大事 第二 上帝 让这个长大麻风的手 又能够恢复起来 第六和第七节 上帝叫摩西把手放在怀里 然后抽出来 哇 不料 长大麻风 非常严重 然后再放进去 再抽出来 又恢复了 又好了 这里呢 我们要记得 在那个时候 长大麻风啊 就好像是判了死刑一样 因为在那个时候 长大麻风是没有得医治的 你肯定是会死的 更重要的 更可怕的是 长大麻风 是显示了上帝的咒诅 临到这个罪人的身上 所以你如果长大麻风 在那个时候 你是被上帝咒诅的人 那虽然 我们知道摩西 最终没有使用到这个异象 但上帝要通过这个神迹 这个异象 表明他对罪恶的憎恨 上帝恨恶恶 同时也要让上世人知道 唯有他才能医治 罪恶所给我们带来的咒诅 第三个 神迹是把水变作血 第九节 上帝说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汉地上 你从河里取的水 必在汉地上变作血 尼罗河 在埃及这条河 对埃及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河 像是生命的河 你只要毁掉这条河的话 埃及人就会被毁掉 因为他们就没有水喝 他的生物就不能够生长 所以这是上帝要通过这第三个神迹 第三个异象来警告法老王 如果你继续地与上帝为敌 不听我的仆人摩西所告诉你的 你的最终的结果 就是被永远地毁灭 与其他两个神迹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那个杖能够变成蛇 又能够恢复回原形 那只生麻风的手 又能够恢复成原形 但是这个水不能够恢复成原形 换句话说 当审判日子到的时候 上帝的审判一降临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这三个异象都显示了神的大能 神能够用最普通的东西 成就他最伟大最完美的目的 这三个异象也显示了上帝的恩典 上帝能够把最没有用的 或者最烂的 最糟的 医治变成完美的 上帝的救恩 也在此可以被我们看见 然后第三就是 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的审判 上帝审判 争恨罪恶 所以我们要信靠这个主 我们要让主使用 要侍奉主 我们要依靠他赐给我们的力量和帮助 第二我们要记得要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有了这三个神迹意象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摩西会说 太好了 我这就去埃及去见法老吧 但是还是没有 第十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做错口奔舌的 他说 他一向来都是不会说话的人 现在又这样会跟上帝狡辩 这样快 上帝一说可以 他马上就说不可以 还说不会说话 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说 他不能够说话呢 是不是他说话有一些障碍 他嘴巴有一些口吃的问题 还是有一些障碍 我们在新约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 彼得告诉我们说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 所以是不是借口呢 他说他不会说话 这彼得说 其实摩西说话做事都有才能 都有才能 OK 或许是真的 因为在米店四十年 做牧羊人 日日夜夜对着的是羊群 或者没有机会跟人家有辩论的机会 所以他不大会辩论了 又或者是在米店没有用这个埃及话 跟人交谈 所以四十年没有用 或许没有这么流利 不能够这么流利的去跟法老说话 所以他担心说 他说我不会说话 或许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虽然有好的口才 是重要的 如果你去到法老面前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要怎么办 虽然是重要的 但是摩西的问题是 他太重视他自己能不能够做 我的口才 可不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而低估了上帝给他的保证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只要照着我的话说就行了 我会帮助你 你只要依靠我的大能 所以这个摩西 他基本上是太往内看 忘记了上帝的帮助 甚至这里有一点 好像在把手指指向上帝 他说我素来是不能言的人 对吗 然后他说甚至 甚至什么 他说甚至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就是我跟你讲话 说了这样久 你都没有给我更厉害讲话的能力 所以上帝啊 你也是要反省一下 你没有给我这个能力 我不能够说话 所以我不能够做 这里 这是你可以看到 这摩西的问题 他其实不是不会说话 他很会说话 还要跟上帝狡辩 但是他呢 其实是不愿意去 上帝在十一节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 慕名眼下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你的嘴巴摩西 你的口才是我给你的 所以你在说什么 我叫你去 我就是肯定知道 我能够使你做得到 对吗 所以我们是否也是这样 像我刚才开头所说的 会不会很多事情 我们说 我知道上帝要我这样做 可是我做不到 上帝要我就是 以爱心对待别人 哎呀很难啊 我做不到 我的人就是这样啊 我不懂得怎样去 关心别人的 所以我做不到 上帝要我们原谅别人 哎呀不行啊 这个人伤我伤得这么深 我做不到 我们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 给很多的借口 不要做上帝 叫我们做的 摩西说 我不能言 可是是靠口才 来说服人 相信主的吗 不是 是上帝的大能 使到人 跟谁相信他的 所以在这个 哥林多前书 二章第一节 保罗也这么的说 保罗说 弟兄们啊 从前我们 我在你们那里去 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 高言大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我不是用那些什么 高言大字 而是简单的告诉你 耶稣 他怎么的受难 受死 定 死在十字架 为我们赎罪 就是这么简单 神的力量 很多时候就是通过 我们的软弱 而使到他 得到荣耀 使到世人看到 神利用这么 愚拙的方法 这么微薄的力量 这么微小的人物 却能够成就 这么大的事 上帝啊 你是伟大的上帝 所以一切的荣耀 都会归给他 所以上帝就在 第十二节说 你现在去吧 我必吃你口才 这里还告诉他 我会吃你口才的 我会指教你 所当说的话 摩西 你一切的能力 与才干 都是我吃给你的 所以你不需要 很会说话 只需要照着 我要你说的 去说就行了 这肯定应该是 给摩西很大的 的保证和安慰吧 上帝的确可以用这些 我们微薄的力量 使到他得荣耀 这也是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神却拣选了 世上余作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那些自以为 有智慧 他会感到羞愧 他以为这个人很笨 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 真的使他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上帝给他的力量 叫强壮的羞愧 我们选人都是选强壮的 聪明的 厉害的 来我们这队 对吗 我们因为认为 这些人才能够完成大事 但是上帝就选用最没有用的 来完成 他要完成的 第二十八节这里也说 神也拣选世上 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够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救赎 是因为上帝 耶稣赐给我们的智慧 赐给我们的能力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如果有什么可以夸的 我们所做的 可以夸的 要夸上帝 因为是上帝 让我们有本事做到 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才干 一切都是上帝 给我们的 甚至我们所谓的残缺 我们的不足 也是上帝的旨意 为要叫他得荣耀 为要叫我们来依靠他 上帝知道我们 可以承受多少 如果给我们太多 我们会骄傲 所以他给我们的肯定 是最 最好的 最准确的 摩西像我说的 没有 语言上的问题 没有 这个说话的障碍 真正的原因是 我不想去 请你另找别人吧 基本上是跟上帝说 你要找谁就找谁 他在圣经这么说 他说 神啊 我知道你是 全能的上帝 我知道你会教我 怎么做 怎么说 我知道你甚至 刚刚才说 你会给我口才 但是我不要去 我不想去 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 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 上帝会帮助我们 上帝 有给我们不同的 弟兄姐妹们 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说 不要了 我不想去 为什么呢 我现在生活很舒服嘛 为什么要找 找东西来做 为什么要给自己 多麻烦问题 我差不多 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 还要我去侍奉主 我现在只要 平平静静的 每日 就这样过活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要去 我刚刚结婚 所以我没有时间 我刚刚上大学 我没有时间 我刚刚这个那个 等我退休 等我有时间才来说吧 退休有退休的人说 我老了 我没有能力 我不能够做 我们人不是都这样吗 经常 就是基本上 告诉上帝说 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可是你去找别人做吧 我不想做 虽然 不是说上帝帮助我们 就不会遇到困难 虽然我们会有所顾虑 是正常的 我们必须不是说 不用脑的 就直直地冲去 横冲直撞 我们要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知道怎样更好的来完成 祂要我们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们不能够 因看到了问题 看到自己的软弱 就觉得说 我不能够做 或者叫别人做 不要叫我做 很多时候我们会 遇到一些人 他们会看到 教会有什么需要 他会说 长老啊 牧师啊 你要跟教会的人说 要做这个 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 但是当我们聚集 一起去分担 传福音的时候 我没有空 叫别人去 教会啊 弟兄姊妹们 要彼此的相爱 要更加的彼此的帮助 有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 叫他们的时候呢 我做不到 叫别人做 这就是我们 经常会有的这个问题 但上帝在这里 一直耐心的 来告诉摩西说 他会与他同在 但摩西一而再的 这样的去反驳上帝 那十四节告诉我们 上帝对摩西发怒 这不是上帝发脾气了 上帝 忍不住 不是不是 这上帝的公义 的愤怒 这 因为摩西 这时是在犯罪了 他不是 因为真正 有理由这样的 来拒绝上帝 所以上帝对摩西发怒 但是 然而 我们从这里看到 上帝却在 他的愤怒中 仍然 施恩 怜悯于 摩西 怜悯于 他的子民 那是因为 上帝的信实了 上帝 因为 主耶稣基督 担当 他子民的罪孽 所以 上帝 才能够 以这样的 忍耐 这样的 这个恩慈 来对待 他的子民 因为 这 对我们的罪 所应当 发出的 这个 烈怒 已降在 他独生子的身上 主耶稣基督 代我们 承受 我们 当受 的咒诅 包括 摩西 在这里的 悖逆 顽固 主耶稣基督 也 为着 摩西 来 赎罪 因此 上帝 就 虽然 生气 正确的 对摩西 感到 愤怒 但是 他还是 赐给了 摩西 他的哥哥 亚伦 来做 摩西的 代言人 实际上 这事还没有发生 上帝就已经安排好了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亚伦已经在路上 要去找 摩西了 摩西 所谓 失踪了 四十年 就在 这个时候 亚伦想到 要去找 他哥哥 找他的弟弟 亚伦 要找 要找 他的弟弟 对 所以 这是 完全是因为 上帝 的安排 当时没有 没有手机电话 没有手机电话 不可以 SMS 说 我们在哪里 会面 但是 亚伦 就到处 要去找 他哥哥 他弟弟 那 上帝 就在 二十七节 对 亚伦 说 他说 你往旷野 去迎接摩西 他就去 在神的山 遇见摩西 和他亲嘴 上帝安排 他们两个人 会面 这是上帝 正在安排 不只是 他们会面 在他整个 拯救的工程中 上帝 都一直的 在操纵着 上帝提供了亚伦 为摩西的 帮手和同伴 好不好 很好 如果你是摩西 你当然会很高兴 有一个同伴 跟我一起 那 我们 基督徒 有主耶稣基督 与我们相伴 主耶稣基督 是向我们的长兄 他 与我们同在 尤其在我们的 软弱中 他 扶持着我们 帮助着我们 他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我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也不会 丢弃或撇下你 他还赐给我们 他的圣灵 来居住在 我们当中 这保卫师 与我们同行 兼顾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力量 带领我们 所以 我们是否应当 感谢上帝 将一切荣耀 都归给他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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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奉上帝 要记得 我们要依靠他 我们 要知道 他是 给我们成功 的这个上帝 所以我们要 感谢 赞美他 所以不要 当 每当 有 有机会 可以侍奉上帝的时候 就这样快地拒绝说 我不行 叫别人去做 很多时候 尤其一些弟兄 当我们 要 叫他考虑 就是 做 执事长老的时候 他们说 不行 我不可以做执事 我不可以做长老 叫别人做 或者 其他的 就算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像我说的 圣经说 丈夫 你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耶稣 爱教会一样 不行 你不知道 我妻子多难爱 或者 妻子 你要顺服 你的丈夫 不行 这丈夫很难顺服 我们 是否是 在给自己 借口 我们 不论是什么 我们要 不要降快地 就 就说 我做不到 要知道 上帝 能够给我们力量 推迟 上帝 所要我们做的 是严重的 那是 对上帝的 不忠 这雅各书 四章 十七节说 人若知道 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 他的罪了 你明知道 上帝要你行 这是对的 是好的 你不去行 你就犯罪了 所以这是 很严重的 不要只是 以为说 我没有做 没有做 也是违背 上帝 的 命令 圣经 他从来 不会 引概 这些 圣经 这些人物的 罪恶 像大卫一样 大卫是 神的仆人 但是他的罪恶 也记载在 圣经里面 摩西也一样 摩西 此后 也成为了 一个伟大的 以色列的领袖 但是他的 这个小信 或者不信 都也记录在 圣经里面 好让我们看到 什么呢 好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才是那 永远不变 完全没有罪 的这个救主 他完全地 顺服上帝的旨意 摩西 不是那个 完美的救主 耶稣才是 那完美的救主 摩西不是实现 他指明 上帝指明 真正拯救的 那个人 而是 主耶稣基督 所以感谢 上帝 主耶稣基督 他没有说 神啊 你要打发我 你要打发谁去 就打发谁去吧 不要叫我 耶稣没有这么说 耶稣 在这 希伯来书 第十章 第七节说 他对上帝说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 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还有路加福音 二十二 四十二节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 散去 然而 不要成就 我的意思 只要 成就 你的意思 上帝 拆拍 他的儿子 来做 拯救的工作 来除去 他指明的罪恶 来带领他们 进入天堂 所以 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 不只是 抓住这 这条蛇的尾巴 这条蛇 代表着 魔鬼 撒旦 他还伤 这 撒旦的头 像 这 创世纪 所说的 他不止 医治 我们所谓的 这麻风病 他医治 是我们 罪恶 的 捆绑 使我们 得 自由 他 完全地 顺服上帝的律法 好叫我们 因着他 能够 称义 所以我们 感谢上帝 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 救助 现在 我们 侍奉上帝 我们要 听命 做一个 顺从上帝的 基督徒 不是因为 我们 因此 就可以得救 而是因为 我们已经 得救 得到上帝 这么美好的恩典 我们 要顺服他 我们要靠着 他赐给我们的 力量和帮助 来 侍奉他 将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下一次 上帝让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 侍奉他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 太多的借口 让我们 求上帝 给我们智慧力量 来 让上帝 使用我们 叫一切的荣耀 都可以归给他 阿们